每次都是你帮我打扫卫生 洗衣服做饭的 连我们家阿姨 都没你做得好呢 不好意思 居住 思雨 我想先带梅雅 跟我爸打个招呼 可以吗 当然没问题 梅雅是你的人吧 对了 思雨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将梅雅求婚了 许叔 那我先走了 一会儿见许伯伯 好 爸 算了吧 欧阳 没事的 没关系 梅雅 薇薇 薇薇 天哪 什么情况 你们俩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跟我说说什么情况 你先回去 现在不能让他们看到你 我不走 来都来了 我想见见小瑞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现在不是见她的时候 小瑞 小瑞是我女儿 我想看看她 怎么就不行了 你围谷天下不乱事吗 这么惊心动魄场面 我竟然不在 哥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我在最起码 还能帮你们出谋划策呀 算了吧你 我求你就别瞎添乱了好吧 你要是知道了 那还叫惊喜吗 以你的性格 你不得告诉人家梅雅一百遍 胡说 我又不傻 我看你挺傻的 再看一眼 再看一眼 好傻 好美 好幸福啊 你们俩打算什么时候办婚礼 按我的意思呢 当然是越快越好 可是我们还没有通过 父母这一关呢 可是你们俩今天合体现身 还带着大钻戒 摆明了就是来示威的呀 我记得特别棒 信不信要我帮忙 别说风就是雨的 你帮忙只会越来越忙好吧 对待父母 还是只能靠真诚 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由他们来自己处理比较好 我相信 你们一定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而我们 只要祝福就好 你能不能别这么固执 你先回去承包 不是我固执 你总说让我等 你说 我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我怎么能说 我好想起来 你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我好去看你啊 妈 托你的福 我没死在牢里 我现在活得好好的 出来了就好 有什么困难 尽管跟我说 您现在是欧市集团的董事长 我一个劳改犯 哪敢找您呢 我去哪儿 怎么了 怎么样 看见徐思雨的表现了吗 还有他刚才说的那些阴阳怪气的话 我离得那么远都听得一清二楚的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已经对欧阳无法自拔了 你俩绝交吧 再这么下去还怎么愉快地相处啊 葳葳 你把我拉出来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 这事还不重要啊 上次我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是你想多了 思雨她不是这样的人 那她干吗今天不请你啊 你来了 还是和欧阳手拉着手一块来的 你还带着钻戒 她酸得心里都快一坛子醋了 所以她才跟你说那些阴阳怪气的话 你听了心里不会没感觉吧 得亏欧阳告诉她你是她未婚妻 直接给她怼回去 这才解了我心头之恨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思雨说那些话其实没什么 我心里也没有不舒服 她说的话都是真的 葳葳 如果你还拿我当朋友的话 你以后啊 千万别再说这样的话了 这些话如果让思雨听到了 我们俩怎么再做朋友啊 她心里多难过 好吧 我的大傻子 陪我去趟洗手间吧 我 接个电话 我接个电话 爸 麻烦您回一趟会场 我有件事情要宣布 小蕊啊 您要干什么呀 您回来就知道了 我ketting 我是欧市集团总裁欧锐 我想借这个机会 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我马上结婚了 我马上结婚了 像咱们这个时间 我 请问我 我的未婚夫 是我公司的销售部部长 陈哲 我和陈哲相识相知两年多 我们决定携手就会余生 请大家见识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再次感谢大家 爸 对不起 我不想由别人来决定 我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我更不想成为别人交易的筹码 董事长 爸 走 你走 叫救护车快 这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不走 实在对不起 我没有照顾好欧伯伯 不是你的错 可是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 如果当时我在场 我一定会阻止欧瑞姐上台讲话的 你怎么不想出事啊 你还要面试圆呢 你也要在这儿 那什么事啊 你都在那里这儿 如果你忽畅了 就说你自己忽畅了 不是这样 你忽畅了 你怎么能要去情侍交易的筹码 你自己忽畅了 爸 我之所以这么做 不光是因为我爱他 还有一个原因 我怀孕了 小蕊 你说什么 你怀孕了 滚 滚 给我滚 滚 爸没事了 已经醒了 我们先回去了 欧阳 我夫没事就好 那我们也先回去了 好好抓住他 有事给我打电话 那您好好照顾他吧 我也走了 那您好好照顾他吧 那我一起进去吧 还是你自己进去比较好 老安 医生说 只要多休息几天就好了 你回去吧 我和你妈说点事 爸 我都没事 我陪着你 我跟你说了你回去 我和你妈说点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称呼 跟糟糕 是金城 显示 空文字幕孔幸宝 胃图 这是你 我是不是做错了 我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 他虽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可他毕竟把我养这么大 发生这样的事谁也不想 你也别自责 只是事情走到这一步咱俩都没有退路了 我知道 我只是有点累了 那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 这几天我想回我爸那儿住 等他出院 也好 那你小心 你 你们一直有联系 见过局面 连活动现场都找来了 可见你们联系很密切 我没有跟她说 今天活动的事情 我也没有让她来 是她想见自己的女儿 自己找来 她和小瑞见到面了 只是躲在远处 偷偷地看看 就算她跟小瑞见面 你也不应该有意见吧 我知道 我欠她的 当初要不是因为 我鬼迷心窍听了你的 我能把那东西偷出来吗 她进监狱 都是我们两个人害的 她现在出来过得并不好 我要是不给她点钱 不帮帮她 我良心上过不去 如果时间可以到 婆媛 我会不会做出当年的选择 我不会做出当年的选择 你要是跟了她 肯定要比跟着我幸福 你和我幸福 齐云的 其实这么多年 你一直误会我了 你觉得 我不同意和你离婚 是我会在意 你分走的财产和股份 其实我根本没这么想 也许这么多年 也许这么多年 你对我早已没有感情 但我对你 还心存感激 当初 是你跪在你爸和你哥的面前 求他们帮我的 没有你 没有你 不会有欧式的今天 没有你 更不可能有欧阳 我这辈子 已经伤害过一个女人了 我不能再伤害你了 我不能再伤害你了 齐云 你到现在了 心心念念的还是赌晓月 你否认 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她在哪儿 甚至是不是还活着你都不清楚 但你一旦知道她的消息 我敢担保 你会不计一切代价地 把她找回来 你做了些什么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一直在私下眼 暗地打探她的消息 我只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罢了 你出去吧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不是 你能这样吗 我开始了 我以后 你会延伸 你有一股片 你一声 有什么快啊 我应该这样 这只能够 我可以安睡一下 我应该这样 我会操作 谢谢你 来 为什么要突然回国呀 咱们在曼谷有吃有喝的 阿姨住的病房条件又那么好 干吗那么着急呀 之前你不是还哭着喊着 说在泰国待不下去了 天天嚷嚷着要回国吗 干吗又改变主意了 不是 我这不是 情况突然有变吗 哄天一大早 我就跟我妈办出院手续 晚上我就直接回国 你要是不愿意回去 想在这待着随便你 不是 杜耀男你给我说实话 你回去是不是要去找那个黎东 跟你有关系吗 你等会儿 杜耀男 你清静点行不行啊 你跟那个黎东根本就不可能 艾唐 你放开我 你 你放开 行 你拜吧 你就算把我手掰折了我也要说 杜耀男 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 你就是个烂在街座的混子 人家黎东根本就不可能喜欢你的 别做梦了行不行啊 你们俩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像咱们这样的 就该待在咱们该待的地方 不要向上看 也不要期望哪一天能够爬上去 现实点行不行啊 我回去不是去找黎东 是去找我爸 爸 不是 不是 来 师傅 你穿这双好不好 你随便坐啊 我给你拿瓶水吧 家里也没别的喝的 不知道你喝不喝的惯 你 用 把 杜耀 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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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 这是干什么呀 叔叔 你问我这是干什么 你以为我会允许小锐 和你这样的人在一起吗 作为小锐的亲生父亲 我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你要干吗 你要杀了我吗 反正我是废人一个了 杀了你 只不过是给我的人生 增添一些色彩罢了 对 你早就想杀我了 我都告诉你 你跟宽大发的那些信息 我都看见了 行啊 你要杀我就来吧 来吧 动手吧 叔叔 来 但是您是怎么想的 你怎么就觉得 你都能在我家装摄像头 我自己就装不了呢 摄像头拍下来的视频 会直接上传到我的邮箱里面 如果说我出事了 你觉得警察会不会顺便把我的邮箱破解一下 看看我有没有跟别人结过愿呢 告诉我 摄像头安装在什么地方 邮箱的密码是多少 你觉得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 你这个混蛋 大不了我们一起死 反正我也活够了 偶尔怀孕了 你 偶尔怀孕了 偶尔怀孕了 你女儿怀孕了 我是孩子的妈妈 你不希望你的外孙一出生 就跟她妈妈一样 没了爸爸吗 你看你叔叔 这么出门干什么 有话不能好好说 咱们俩是一条船上的人 你可别忘了 咱们可是一起干过 泰国绑架案的 还有欧瑞呢 欧阳的刑场从头到尾 可只要欧瑞一个人知道 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我都写下来了 也在我的邮箱里面 我还重点强调了 是欧瑞主动把欧阳的行程 告诉我 所以一旦我出了事 你女儿可是会受到牵连 当然了 你主要还是要想一想 你的没有初始门外孙 孩子是无辜的嘛 如果我出了事 欧瑞也坐了牢 那这孩子多可怜 从小就要没爹没妈 将来长大了还得有人告诉他 你爸爸是让你外公给杀的 你妈妈也是让你外公给害的坐牢的 那这孩子这一辈子真的是 我妈妈做的了 我妈妈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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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做的事 我妈做的事 你可畜生 畜生 畜生 人渣 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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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 你一定要多陪陪你吧 其他的事情 就都先不要想了 快来 那你在身边找 好 叔叔 过去的事呢 咱们就让它过去吧 我全不既往不咎 但是跟小瑞的婚呢 我结定了 只要我跟小瑞结了婚 我就会全心全意地帮助她 当上欧市的董事长 小瑞当上董事长的那天 我们俩的目标就都达成了 所以叔叔 咱们的利益还是一致的 老板 您看要点什么 来个葱爆羊肉 葱爆羊肉 尖椒土豆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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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瓶啤酒 好 稍等啊 葱爆羊肉 土豆片炒青椒 来 你的土豆炒青椒 好 这一鸣 一鸣 我们二十年没见了吧 二十一年了 好 这家店是你开的 是啊 小本胜利 刘叔 来两碗馄饨 打包 还是老一趟 好 老样子 好嘞 您稍等啊 这就来着了 谢了 没事 走了 不能来啊 一鸣 快来尝尝我拿点菜 谢谢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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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这些年 你过得怎么样 怎么样 我呀 我呀 就靠着小店支撑着 东不死也饿不着 可也挣不了多少钱 我不想你们俩有本事 我呀 只有做饭这个手艺了 有本事又怎么样 还不是早上算计 算了不说了 来 来 对了 你这一个人忙里忙外的 你爱人没过来帮你忙 好 我没有结婚 这几十年了 你还大广棍啊 可我有个女儿啊 是我领养的 你不是 还惦记着杜晓月吧 过去那么多年了 不提她了 不提她了 我现在呀 就是希望我女儿好 对了 我呀 给你看看我女儿的照片 你看 这呀 就是我女儿的梅雅 怎么样 不女儿长得漂亮吗 这小伙子是她男朋友 这男孩叫陈哲 他们俩一起长大的 前不久啊 她俩分手了 真可惜啊 我一直把她当成 我的儿子一样的看待 她俩一起长大的 你不是说你女儿是领养的吗 小致她也是个孤儿 她父母相继去世了 说起来 这孩子挺可怜的 那你 说说她俩呗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来 爸 爸 爸 我知道你还没睡 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什么呀 来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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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来 闻闻 行不行 老刘家馄饨 这么多年了 还开着呢 不容易啊 勺呢 这儿呢 给吧 怎么样 嗯 是不是还是那边 想起来啊 小时候家里的饭不吃 你专门跑到那个破摊上吃馄饨 爸 你吃热吃 对了 儿子 当初啊 我还找过这个老刘呢 我想把他招到咱家 专门给你做馄饨 我跟他说 不管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给你三倍的工资 可他就是不同意 我当时啊 还不太理解 我问他 我说你整天起早贪黑 风吹雨淋的 图个什么呀 他当时说 哎呀 我就喜欢看着吃完馄饨的人 一张张满足的脸 他别提多高兴了 他说钱多了 烦心事也就多了 够花就行 说得有道理 他火得透彻呀 爸 你还有我的 尽亏啊 尽亏还有你呀 嗯 我对了 欧阳 关于你姐 我决定 同意她和陈哲在一起了 嗯 但是 我是有条件的 她身上流的 毕竟不是欧家的血 这么大的产业 我不可能交给一个外人 你明白吗 你也看到了 今天她是怎么做的 当着所有人的面 她是想把我逼死啊 她是 爸 爸 什么玩意儿啊 爸 别生气了 我能再不睡就凉了 来 我喂你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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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嗯 慢点 还跟个小孩似的 你吃你的 我自己来 没呀 美雅 我愿用尽我的余生去守护你 你愿意嫁了我吗 我愿意嫁了 小 雅 我陪你聊会儿天 小雅 过这两天啊 一直想问你个话 你到底是跟欧阳了 还是跟李董了 你们三个人之间 到底是无关系啊 我们三个人之间没关系 你能不能不要老乱猜 来 我已经上网搜了那个李董了 我告诉你这小子可不简单 那也是身价过亿啊 不比欧阳差 而且以我多年的经验 我喜欢你对不对 你喜不喜欢他 姑 你能不能把你的时间和精力 不要都放在我身上 我现在脑子里面乱乱七八糟的 我都快烦死了 拜托你让我休息 我天哪 你给我看看 你给我看看 这么大 你给我好好看看 这得了我吃钱了 到底谁送的 欧阳还是那个李董 笑雅 你说你长得其貌不扬 不是我是说你特别惊看 我 但你的命怎么这么好啊 但是不管命怎么样啊 我必须得交你一招 就是无论是欧阳还是雷洞 你千万千万先别急着 命锤定音明白吗 就是我绝对不能一颗树上吊死 被胎 被胎明白吗 我 你说我这些时间 你为什么不能多关心关心你自己的事 我 你上次赌博的事情我没有跟我爸说 不是为了你 我是担心我爸 我爸他着急上火 我知道我知道 我们家小雅最孝顺的 是你爸的贴心小棉袄 你爸有你真是一辈子的幸福 这钻截到底多少钱你知道吗 哎呀 姑 你看见过我的项链吗 项链 就是我一直戴的那个 我前两天摘下来就放那桌子上了 你有没有看到 没看见 什 什么样啊 你跟我形容形容 回头我帮你找找 几点了 我追的剧是不是开始了 哎呀 这脑子 来 来 来 摸摸你的头 摸摸你的手是不是发烧了 爸 你怎么起来了 我的身体没事了 去吧 去办出院手续 一会儿还有别的事 现在就出院啊 再观察几天吧 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 快去吧 好 去吧 护士 我想问一下 李医生去哪儿了 我有些情况想问问他 他会诊去了 应该一会儿就回来了 要不你坐这儿等会儿吧 谢谢啊 我觉得他不是 有人的 detect devices 他已经是讨厌了 想enne 知道吗 你多非常巧 这chts译 人的 医生 我爸的这个病 你爸的病是半年前发现的 医生 医生 我爸的这个病 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 我和一些专家 也曾建议他到美国去治疗 因为美国拥有 最先进的分子靶相治疗技术 和最权威的专家 可当你爸听说 治疗周期需要十二个月到十八个月的时候 他立刻就回绝了整个方案 那我爸的这个病 能治好吗 这个我不好说 主要还看患者的自身心态 不过恕我直言 你爸的病发现得太晚了 所以希望不大 是 肯定是我年纪大了 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孤独 有句话叫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爸爸时常自信 是不是年轻的时候 做错了一些事情 所以老天在惩罚我 让我在人生剩下的归途中 现在那么的 心单硬直 总是没有时间陪你 总是忙着赚钱 忙着应酬 也跟你说一声对不起了 儿子 我花费了那么多的精力 把你带进公司 让你当上副总 我还想让你进入董事会 最终坐在我的位子上 现在是什么时候 是你负责的项目最关键的时候 可是你呢 整天跑到外头去 大仗惹事 我原本以为啊你长进了 结果呢 你还是烂衣扶不上墙了你 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是公平的 只有弱者 才奢望公平 你是我儿子 欧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 这一点 你一定要时刻记住 留在家里 留在公司里 有什么事 能过来跟我说一说 哪怕没什么事 只是陪我坐一坐 喝喝茶放花呆 都行 好 我来 我来 你来 你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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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用管我 你在哪儿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 您找我 您怎么没在医院多观察几天啊 我在多待几天 等你举办完了婚礼 我再出来 坐吧 我跟你有些事情要商量 你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但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女儿看待 作为父亲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幸福 我不同意你和陈哲 不是因为她的身世和背景 更重要的是 我怕她追求你的目的不纯 一旦你们结婚 一旦你们结了婚 她露出狐狸一把 最受伤害的人 是你 明白吗 爸 我知道您担心什么 但我请您放心 她不会这么对我的 你怎么看待欧阳被绑架这件事 如果不是及时得救 你弟弟很有可能 就死在外面 爸 您这是什么意思 你弟弟这次的行程 我只告诉了你 您这是在怀疑我吗 我竟会如此不惜代价地 去杀自己的弟弟 您就是这么看待我的 小蕊啊 我只是在提醒你 当局者迷 你看不清楚 我只希望 你对你自己的选择 不后悔 您是在怀疑陈哲 我对天发誓 欧阳这次行程 我根本就没有给陈哲看过 我很想要用 你太会犒忧了 你怎么是 你肯定了 你是不是想再见了 你手也会去旅行 乱都乱了 你肯定了 你肯定了 我肯定了 我肯定了 你肯定了 你就肯定了 爸爸同意 你和陈哲结婚 但我有个条件 下次股东大会上 你主动提出 退出董事会 我同意 好 你先去吧 酷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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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慢 你早就知道我爸病了对吧 我今天早上 亲眼看见了我爸的病例 董事长这么做是由他的顾虑 他担心病情一旦泄露出去 会对集团带来负面影响 所以他拒绝出国治疗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对吗 还有 你当初把我从法国绑回来 急着让我进入公司 也是因为我爸病了对吗 对 医院治疗周期太长 他担心早晚会被外界知道 所以这段时间都是由我陪董事长 去医院接受治疗 你应该了解他 他一直把公司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命都快没了 要这破公司还有什么用啊 是为了你 那时候他刚刚得知自己的病情 就立刻派我们把你从法国接回来 为的就是希望你能尽早接受公司 趁他还在世 还有能力的时候 帮助你最终接替他的位置 欧阳 你应该体谅他的良苦用心啊 他这么做客全都是为了你 你觉得这些对我来说重要吗 我现在就想让我爸好好的活着 可你爸现在已经是还正晚期了 公司是他唯一能留下来给你的东西 他希望欧氏集团能在你手上 继续传承下去 这就是他最后的心愿 可以 不要 你看 你 你 我不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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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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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江一龙跟我说 你现在的心情非常沮丧 你怎么了 告诉我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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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甜 小杰买的吧 嗯 今天是波罗还可以 以前他买得真太酸了 小杰还真是不错 你说这孩子吧 表面上看着不着调 但其实他特别地善良 而且呀 他对你是真心的 妈 你想什么 也别往我们俩这儿想 我跟苏子杰 纯哥们 下辈子我们俩也不可能在一块儿 你呀 你就态态试试在这儿住着 咱再住一晚上 明天咱就回国了 是啊 我女儿这么漂亮 什么样的找不着啊 我小杰呀 你真的可以考虑考虑啊 真的 妈 妈 再吃一会儿 再吃我嘴了 再吃 你再吃 嗯 欧阳 这枚戒指 是你亲手为我戴上的 你告诉我 它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 我们相互拥有 相互扶持 无论是好是坏 无论疾病还是健康 富裕或贫穷 我们都彼此相爱 珍惜 直到死亡才能把我们分开 所以 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都会和你在一起 我们一起面对 你现在应该挺你爸的 为了他 为了你的家人 更为了你自己 好好地把欧式经营下去 加油 我先送你 我先祝你 我先祝我 你 我先带你 我先带你 你也想去找你妹妹 你不会 也想去找你父亲吧 我当然要去找他了 我可不想见到他啊 你要去 我就留下来 我不想见到那个人 我当然要去找他了 我可不想见到他啊 你要去 我就留下来 妈 欧长林欠了我们那么多 我必须要让他补回来 你等一下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